今天介紹這個惡魔的眼睛 是不是很恐怖呢? 但好像很有型 方形的瞳孔 即是我以前畫錯了 完全沒有想過是方形 經常以為是圓形 現在知道了 所以在網上找了一些文章 自然界是屬於最罕有的方形瞳孔 在中世紀的時候 被人認為是惡魔和撒旦的象徵 所以很多電影裡面 都有一些邪靈的生羊 我看到這個邪靈 覺得很好笑 再找多些資料 原來他的眼睛可以看到340度 超廣角 全景無跡 而且低頭飲水吃草的時候 眼球還會自動旋轉 這種水平瞳孔 可以防止吸收過多的光線 又不會被反光阻止視線 所以周圍的環境都看得很清楚 就會避過一劫 避過哪一劫呢? 就是仙子老虎的劫 除了生羊之外 有親屬關係的綿羊、馬和鹿 都是被當成獵物 這些都是有方形瞳孔的 自動旋轉 我又想像不到 就去找了一些影片 希望那條影片可以放到 下面做一條連結給你們看 因為這條影片我看過 覺得很好笑 要看到最後 看到最後你才看到它自動旋轉 我們其實見開的就是這種 圓形、橢圓形 或者尖尖的 或者很瘦 或者很瘦 或者是有層膜 關上它 就變成這樣 繼續畫毛毛 毛毛就是背景 如果我們的主角是眼睛的話 如果我們的主角是眼睛的話 後面這個位置要夠蒙、夠黑、夠暗 才突顯到前面的位置夠光 即是我們畫任何的東西 都要看看整幅畫的畫面 是不是真的全部都要畫得那麼光 那麼清呢 很多同學都不肯的 經常都想著全部東西都畫得很清 很真實 就以為是最美 但畫完出來 總是覺得 不夠好 不夠自然 那為什麼呢 不夠立體 不夠立體 除了畫出來的東西 夠不夠立體之外 還有 旁邊的部分都很需要留意 就是我所說的後面的背景 這個位置 我未必跟足相片 左下角的是畫了出來的作品 相片沒有放出來 相片可能還會再清一點 旁邊 但我要把旁邊做到很黑很暗 它應該就可以再出一點 對 說的是硬絕 毛毛夠不夠鎮定 就視乎你還要不要加進去 其實我現在這一幅 即是左下角完成那張 還可以再加進去 不過已經累了 想收手 有時候 看看自己滿不滿意 什麼時候才要畫完 就 是不是要去到最似 才叫畫完 就未必是 可能是 想畫完就是畫完了 同學未必懂得分 他自己什麼時候是想畫完 他可能很多時候都已經 畫完了 是不是畫完了 尤其是 不是大人 不是大人 是不是畫完了 現在又 直入式廣告 這個是進階班 粉彩寵物進階 要先完成了 木顏色素描初階 才可以參加這個 至少要知道怎樣畫 知道顏色是怎樣 毛毛是怎樣撇 有做過功課有做過練習 才是去畫 會比較好 否則畫到一塌糊塗 你自己都不會滿意 但在未畫木顏色之前 也可以參加一下水彩 水彩是用很短的時間 就可以畫到一隻寵物 或者很短的時間 就可以畫到兩幅畫 三幅畫 而令你去看多了東西 其實不是畫的技巧 是看東西 那方面是你看到 先看完 之後再畫 之後再畫 繼續 技巧是靠 老師告訴你 用什麼工具 用什麼方法 怎樣畫出來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方法 但怎樣看呢 就要靠自己 靠自己也有少少方法 例如同學 剛才說 什麼時候才畫完 小朋友就畫完 大人就可能長一點 但小朋友因為他看到的東西 已經覺得是畫完 畫了一些他認為已經是畫了整幅畫的東西 就是畫完了 但大人就會看漂亮不漂亮 是否真的完成了 而有要求的人 就會看是否真的 很像他想畫的東西 這樣做出來 漂亮還是不漂亮 顏色像不像 如果我們是畫真實的話 都是看 位置有沒有歪 顏色像不像 去到看到顏色像不像 位置準不準之後 就會再看是否真的這麼漂亮 這些都要靠你的手尾眼光 要看多些人家的作品 看多些比較一下 都要 現在這個就是畫毛毛 眼上的毛毛 什麼方向我們都要知道 可能有時候有些很亂很亂的毛 是否不用知道 亂是否不用知道 都要知道 你要知道 起碼是 在哪裏生出來 有幾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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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這些毛 是眼上的毛 還是頭上的毛 是向下 還是向上 還是向左 向右 還是向內 有不同的 除了方向之外 還要想 究竟這個部分 有幾層的肉 骨 或者是肌肉 有沒有突出 突出 突出的時候 令到毛有什麼彎曲 這些全部都要看 是否真的看到 可能我看到 十樣東西 我覺得是看完 今年 下一年 原來看同一樣東西 那裏有十二樣東西 再五年後 原來那裏有三十樣東西 我之前有十幾樣東西看不到 這個就是分別 人和人看到的東西的分別 可能你看和我看都不同 就是看到幾多或幾多 在學習的時候 或者在影片當中 我都會說一下 如何看 或者有些什麼在裏面 哪裏是什麼 好 如果再看影片 是怎樣畫 你們都可以再回頭看 主要我講一下道理 多謝各位觀看 不要走 最後又有一個 直入式廣告 這陣子 我們正在做這個 有興趣的 就進去看看 在網站內的 網站內的網站 是水彩來的 好 拜拜 拜拜